海啸波浪高达几十米 房屋瞬间被摧毁 这就是震惊全世界的日本特大地震 该真实影像拍摄于2011年 记录了日本东北布公城县附近 发生9.0级大地震的全过程 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强烈的地震波 使地面瞬间裂开 马路上一条条裂缝触目惊心 高楼被震得摇摇欲坠 屋内的物品被震得七零八落 马路两旁的房屋也瞬间坍塌 一些居民只能在马路上 无助地等待着救援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人们惊魂未定之时 巨大的海啸席卷而来 几十米高的巨浪 瞬间吞没了原有的马路 街道上的汽车被海水卷走 人民居住的房子也瞬间被摧毁 很多来不及跑的民众 也被卷入了这黑色的洪流中 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 显得无比的渺小 更为甚者 遭到海啸冲击的福岛核电站 发生爆炸 核泄漏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导致附近十多万居民 全部被迫撤离 就算是现代 对福岛核电站的修复工作 依旧在进行中 而根据资料记载 此次特大地震和海啸造成了 超过1.5万人死亡 和数万人失踪 给日本东北部沿海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 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下滑和失业率的上升 同时 此次地震也提醒了全世界 面对自然灾害 需要更多的准备和对应措施 感谢忍大人 金灾害 小人 天灾害 天灾害 室 我们